苏格兰搬了我反而又觉得不会换人 不是 这三轮竞速 每一轮都在换搬啊 对的 对吧 从一开始的游天府搬到神都 云游和海滨之眼 搬到了神都和航天城 又搬到了美洲和苏格兰 相当于三轮竞速搬掉了六轮赛道 那其实前两轮搬掉赛道 就非常容易在这轮比赛当中 被对方选出来 对 所以我想这个核心思路到底是什么 就你如果说因为三轮 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 一定都是搬月上 对 对吧 那你搬月上 你没有一个核心的要搬的地图吗 但是我觉得这种直居进的感觉 其实也对啊 就是刚才他打什么图厉害呢 咱们搬什么图 随着赛程的进行去调整自己的班位 但是我们之前比较常见的是 至少有一张图 就是怎么都不放的 会锁搬 从2V到2V抢期一直到solo 对 对 至少有这么一张图 但是其实三轮比赛 两张图 总共六张图全遍的情况 确实是破为少见 是的 可能更多还是因为刚刚才打完这些图 然后自己发挥 其实也不太好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去调整 对 接下来就期待一下阿谋 能不能在solo打的比较少的情况下 能仍然能够在面到月上有一个不够的发挥 确实 现在一张图一张图看吧 来看今天的竞速手图 也许一号公路两边都拿到了十区十者 现在都是05了 前四名 最上的话就还是那个起步的优势 他如果能够把握住的话 尤其起步图 胜面还是很大 但这次阿谋起步比较快 没防守 是双方定下棋区吧 谁也没卡到谁 对 但是这一个弯道 阿谋先卡了月上 卡完以后自己的路线有点偏差 但月上没有延上 阿谋还是反着过来 拿到了领跑位 在过地点 月上有点太靠前了 没错 这边是撞了三面墙 那这样的话距离已经扩大到了2.2秒 是 这个距离就是一号公路的不可后续距离 就是前面阿谋的话 看一下这边也是有磕碰的 对 但影响不大 因为阿谋在前两局的比较能 这张图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再一次 点就过来 只要这里没跳啊 其实后边稍微凑掉一下 这几天差子不会被迅速拉走 这15点 压车过来弹射 压的稍微有点狠 但是还好 这洛迪再接侧身过来之后 看下前面的话 再拉一手进阶过来 侧身进阶 那就没问题了 过了一个弯道了 是的 外部队出发台车 恭喜阿谋 先拿第一分 666 我又想了一下 刚才的天脸手扳 其实好处在于就是独车赛道 车赛道 如果说KZ这边真的拿到了领先 对的情况下 其实RD这边就迫不得已的啊 可能在赌 去选择一些赛道上的用车了 但这种办法是极其自信的 因为只有我在领先的情况下 才需要你考虑的一点问题 就是你要落后 你要打同车 你要追分 但至少起步的第一分是拿到了 一个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第一张图KZ顺先拿下一分 那接下来的话 由RDG来进行选择 这样的话苏格兰每周都挖了 同车赛道暂时不能打 但是下一张图应该也不难选 可以从刚刚半掉四张赛道 云游天赋海平之间 全国游道和航天赋来选 或者可以选一首 今天代表性的王图 对手都已经放了四个班位出来了 就随便抽个签选一张都行 而且这一张图 你像海平也好 雄天赋也好 神度也好 航天赋也好 四张图全部都是 在现阶段能够当成同车赛道用的 对 相对来讲 就是用车最要外不定的是海平之眼 但海平之眼 你在这个阶段拿出来 你也只可能拿彩权 对的 看一下这个视角 有点熟悉 这时候 我们每一次给选手都是这个视角 并不是 他在摇摆 对 摇摆以后 然后直接会拉远 然后给后面一个镜头 我们又映入眼帘的 就是阿诺 对的 那这样的话 还是换下了阿茂 换上了阿诺 对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一手换人 并没有起到任何片半位的作用 因为阿诺这边搬的图确实是 完完全全就是阿诺 就推到了 是的 不过这一次跟刚刚二维小七相似的一幕是什么呢 怎么阿诺上来的时候就有一分的优势 没错 是的 先奠定了优势的 但不同的在于 这一次封顶可不是六局就能解决的问题 上来先干一个 可能说阿茂这一手呢 确实是赢了一分 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期待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什么 就这个手足一号公路啊 昨天阿诺便到云海 上台就来了一手 哈迪斯还是赢了之光 我忘了 应该是有主要银河之光 他可能是时遇时者练的是其他赛道 是吧 不是 但在solo里边没什么用 我就只能说是在solo里边 他对于手图的理解 或者说拿时遇时者的使用情况 比如说阿茂 对呀 那这已经就完了 先让阿茂来消耗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 就完完全全能解决通 为什么昨天能面对到云海 打的旗鼓相当地喜欢一下 他非得让车 对 而且今天他们在上一轮的 那个禁速的时候 是选出了阿尔法的吧 是吧 上车里边是有这张图的 阿尔法当时是 就是阿诺选 对 阿诺被追成四比四平 直接上来的时候阿尔法 解释得通 虽然说相较于A界啊 他们有多七天的时间 去熟悉这辆时遇时遇 但是他们KZ队内 主要还是让阿茂去练了一下 首度一号工作 选到了一首神都啊 刚刚RDD这边2V的一首王图 在第二轮的时候被搬掉了 这 上来第一手赛车又不一样 越上拿到了颜军 行吧 那可能对于阿诺来说 他还是想要去稳稳的拿粉 这个应该不至于说 他颜军练的也不是这张图了 对 看一下前面甩段 越上WCWW 越上在刚刚2V的时候 这张图跑的是很不坏的 但是 上过来 多嘴 你随便跳过来 这是延续 WCWW再来一个点票 阿诺这个世界处理得非常好 看前面 但是阿诺的这个 氮气放的有点早啊 时间被拉开了 2郎队也出现了 而且越上也是领先影子的 领先的有点三秒 对 这边甩尾没喷 但是这一切呢 都是一个ECU可以弥补过来的 看越上这个ECU释放的路线 很完美 跟2V一样 非常的极限 这边再拉走身 李承茂莉 那这样的话 您性已经反超了 对 这样的话 其实跑得有瑕疵的情况 最后一个弯道可以稍微求稳一些 不是欲歪了 哎呀 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歪 还是有点歪 好在最后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冲线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恭喜一个上 就是一个大回环 就是相当于把一个近乎于150度的弯道 它非得飘120度 就差那30度要拐过来 对 别问 问就是搁带玩体现 感觉就要冲下去了 是 BB 不过阿诺手里面是多了一手严军的 有没有长手 有 为什么有 不 你说 我是说选择是有的 对 选择是有的 但是对于阿诺来说 我非常期待有 对 真的非常期待 我期待阿诺能够在季后代的比赛当中 不管是B阶的比赛 还是后面他们能够进入到淘汰阶段 我期待阿诺能够再用严峻大叔那张长城 再让我们全场为之幸福 对 我觉得这不光是实力上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心态上的突破 对 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 在今天 还是没有 车都摆这儿了 我觉得非常质疑 哎 太生气了你 这看透一切的小双眼 就是 有一些选手吧 刚才已经提到了 其实可能经历了连续两次 甚至也许三次的一些实力以后 可能又忘记了这张图曾经 带给自己的分数 可能是这段时间没有手感 但是有些时候 熟练度真的是很重要的 自信才是更重要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期待未来的有一天 他能够选出这样图 这张图神度限五分照 我觉得也是考虑再三才是放出来的 选到了一首极性坏剧 那就准没了 对的 银军 银河之光 但我觉得 这两张图打的其实都挺显的 就不管是这张还是刚才的神都 现在呢 跳啊 其实之前来说 神都主要跳点在ECU点 对 但是今天 岳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新的跳点 海战里面挺漂亮 WCWW拉上过来之后 ECU再释放 岳上为什么刚刚第一点释放ECU呢 习惯了 但是后追的话 反正特性是都能吃满的 嗯 得看阿诺有没有失误 才能给他图示自己的机会 这已经出现了 目前是领先引起了1.2秒 牙车飞越 阿车也出来了 是的 这还是阿诺稍微再显一下 球稳的端空飘 端端端气以后 一个ECU标过来 由外入内的一个怪兴过弯 再来个点票 就看前面这个点 是的 要看前面这个飞越 掉是不会掉的 就看细节处底了 真的不会掉吗 看这里的东西拉过来 没有问题 对细节处理得非常极限 这个点没有对抗 我相信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应该能够数件掌握了 而且这边小票延续也延上了 这一把阿诺有了 听到阿诺的时间差 就看后面的二连断空飘 而阿诺对于断空飘的掌握 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领先版本的 还是比阿商略为慢了一点 但是能赢就是好事 没错 恭喜阿诺 二比 领先于版本 但是在这张图上没有领先于记录 对阿 能跑出记录呢 也说明是比版本更快的 突然想到 我曾经常老师在你微博下边说 我有人说我读那个 你当之无愧 能有人要被说自乃吗 我当之无愧吗 其实我受之有愧 我是有地有据的 因为在去年 去年的秋季赛 21年的秋季赛 那个时候阿尔法也刚刚来到联赛 对吧 那个时候其实KZ 阿诺 那个时候主要是阿诺 他就是比较喜欢去打阿尔法同步的 那个时候断空飘 大家都觉得是难点 但是他不管是顺侧起手 还是优帅 还是断空飘 他一直都是去尝试在场上 去使用出来这些比较极限的技巧 对 包括长逞的那个断空点 对 但是原谅我是一个 曝光比较短浅的人 就是你也知道 我记忆力也没那么好 那个时候的事怎么记不清呢 我还是只能记得住 上一个发生的情况 行 处理得不算太好 但是好在拿到了这一分 也挺快的 很快 是挺难的 而且他其实在那个 最容易失误的跳台点的细节处理 要比较升好 嗯 因为本身是领先6.1 跳台下来之后路线上 他是拉到了6.2线的 对 因为在那样 其实就丢了个喷啊 就丢了个喷 没关系 其实还是要保证自己这一分能拿下来 我以为你这没关系是跟我说的 哈哈 哈哈 我说一下什么时候 小柳老师也成暖男了 回头啊 台下的 我希望 在某个瞬间你也会成为我暖心的搭档 怎么现在是初心的搭档 一直都是 哈哈哈哈 这种时候默契就直接出来了啊 嗯 那么下一张图 呃 刚刚翻掉的四张图还有三张 哎 行 来了 哦 来二个来啊 这是第二个圈抽到的是航天城 哈哈 看一下用车 岳上这边拿到的创世啊 对啊 而阿诺的话还是比较保守的用车 按许模组 就是今天这场比赛 来解说我的情绪啊 我感觉是为两支战队捏了一把汗 没有 为两支战队相较于之前 都是有所成长 都进步了 对 但是 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还可以有一个要大电视 这边要提前宣布拜拜 一有可能被淘汰 那这一比赛 哈诺 还是开到了 暗许模组 在这张图气势要更快一些 是的 这边是线上里的挖剑 这边是线二了 对 看这边的空点 要上去的 然后在这边 这边是线上里的 还是线上里的 好像这几天每张图 每张航天长 越上也紧了 还一个再卡戏 对 那后面的路段的话 暗许模组优势就来了 尤其是连续几个相带 踩过来以后 阿诺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没现在上啊 真是有失误啊 瞬间就反畅了 小离ECU的话 现在差距在0.5秒 这边再延 您觉得后边还有机会吗呢 我觉得没有呢 这个话也是稍微有点磕风 对 这场路的一下来 这号路线的非常准 对的 飞招极限 因为这样创作选择 在后期啊 他的小分时长 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一般情况下 不会出现速度不够啊 动静不足的情况 2比2的暂平 对的 再次暂平 下一张图 阿诺选 看一下刚刚的班位啊 其实对于RDC这边来说 班里一直都是比较专一的 你要真说变的话 其实就是2V当中的秋名山 哦 对吧 因为当时是KC这边 直接把花海选到王图了嘛 对 对 所以班里有秋名山 但这个时候上秋名山 我觉得这个用车啊 又要思考一下了 常规来说 可以上哈迪斯 前几张图 感觉上哈迪斯也是更恰的 对 但是啊 如果真的上哈迪斯的话 对于阿诺来说 又可能会丢掉这种选择拳 对不对 他现在最大的优势 就手里面这种选择拳啊 嗯 所以说 RDC现在选择的路 KC不能用 还是要回想一下 自己的王图 阿尔法 对 阿尔法 然后 然后 X3 但 鼓鼠 让鼓 打越上还打不了 鼓鼠啊 鼓鼠越上纪录啊 阿成的 1分13秒9 上越上的吗 RDC是越上的 相信你好吧 谢谢 这个点的拖飘 把淡气还拖没了 对 然后关键是卡了下气 所以说阿诺就反超过来了 但就在这一段 没延续上 被反超 后面确实机会不大 来看一下下一张 阿尔法 对 还是打自己的王图 嗯 那就是破锋 走 实际实际上已经掉了 对 破锋 戴上无尽于甲的皮肤 这张图呢 也是PZ本赛季的一个绝对团队王 嗯 两名说跑得都很快 都很稳 看一下这张图 越上能不能够时间破发 对于越上的考验 就是 嗯 两圈 那意思优点之前的那个玩 嗯 下面一个弯道弹过来 阿诺弹成功 越上感觉这个弯道 刚刚识一识都也出问题 这把还出你啊 对 过来 好 对 嗯 请你 看一下 我跟你说 你们 谢谢 词 嗯 嗯 快了 确实快 1分31秒89 恭喜阿诺 这个我觉得应该 把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话调整一下 刚刚我们说阿诺相较于越上 其实他有所欠缺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在某些赛道上跑得不够快 但是还有需要补充一点 就是他在很多 也不是很多 在某些赛道上 他也能够做到足够快 严谨 因为现在来看 确实也没有很多了 只要是15点来都太早了 你像这些赛道 确实并不算做他的记录术当中 但是确实他在使用到这些赛车的情况下 能够打出这样的效果 那就是他的王图 对 而且这几张王图 其实伴随他真的挺久的 像是花落下海 阿尔法 练现阳 对 都好几个才记得了 领先版本 你确实很稳 下一张图RD鸡拳 还有云游天府和海滨之眼 快乐二选一 是吧 50%的几率 埃格党 对 而且这张图现在打出来 也都是同车 对 你不管什么时候打 基本都是同车了 海滨 海滨 打越往后打 可能性越小 对 1分31秒89 这真的快 两人也是你1分我1分啊 嗯 来到2比3下一张图RD鸡选 你这个时候你就想 如果海滨之眼 真是阿诺拿了手送空 反倒越上没拿 那就是一个4比2 就即使你送空能翻打 但是也有一方先4了 哎 而现在在外面的同车赛道 也不是很多 对 这么强也对 但如果你这个时候不打呢 就除非是熬战里边 才能再出海滨之眼 对 这个有磕缝的一下 哎 画圆 这刚才那个车尾跟圆规的那个尖似的啊 扎得严严实实 标准啊 有点薄 是吧 这个就 我觉得 看来啊 看来啊 前面这几张图的这个扳位也是选的好 只是这这这只能把两张图啊扳不了那么多了 哈哈 这战术 就是很简单粗暴 嗯 但是这个不得不说的一点啊就效果真的很好 对 来起步 两条命货 对双侧起步的越上下面一个弯道可以提前出弯 但是阿诺这边断鸟过来以后也没有问题 这边抢零跑位 对 这里卡一下门的成功 嗯 阿诺目前的进行战是比较准的 是 点标CW 刚才阿诺他太靠右了 所以这个点标点的稍微重了一点 下面一关到 以后下来提前卡位 有险些留在二楼 是的 阿诺这边其实在努力的往回首 嗯 那越上那边在努力的刀片超车 对 这边再沿过来之后的话 有点标CW 搭不了了 是 我这个视角看着有点惊讽啊 看起来像是上桥了似的 对 刚刚越上是稍微蹭了一下墙 但是车身并没有进入到异常状态 所以还是可控的 还好时间差 省度是在0.3 对 这边这边交给过来 稍微上了一下墙 对 实打实的了 这边连续 断掉单气 CW 这是这几张图选下来啊 越上打得最逆风的一把 主要也是自己 给了自己几下十五 而前面阿诺的话 也是非常稳定啊 这个视角的一丝忧更杀人 是感觉笨人就来了 对 还有这个屏幕离得远 差点不然我都得躲 对 0.8秒 前面的话对阿诺来讲还有一个侧身 这个侧身也顺利通过 而且很极限 对 非常流畅 准点票了 只要点票路线不歪 第一拳55.16的情况下 这一把完成时间也是可以的 最后1分33 有没有 33秒92 是的 顺利冲线 恭喜阿诺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破发 4比2直接来到 本场比赛的赛点 赛点来了 无权还在 这两位选手 我觉得真的都有一种魔力 就是面对到对方 都有一种连续得分的能力 我忽然想起来 当时在常规赛 两个人交手的时候 是月上上来拿3分 然后阿诺接着颁3分 3比3占平的时候 月上再连打2分 然后5比3带走 然后刚刚在2位抢7的时候 两个人是你来我往 一人一分 现在阿诺已经开启了 自己的连续得分 但月上怎么追分 最终核心点在这 但是我觉得你这么说的话 其实就是相当于 两个人交手的情况 是不相上下的 对 就是你可以在我这连续得分 但同样我也可以 做到相同的情况 而且在上一局的 2位抢7里面 也几乎是同车的相互得分 犬牙交错之势 对 所以就只能说 两边的竞速实力误误开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谁状态好谁赢 海滨之眼 我觉得都还不好选了 打不了了 或者选海滨之眼也行 选出来必用送入空 对 对于月上来说 一定得拿 这一分是一定丢不了的 对 然后其他的话 打同车呢 最好的两张图 美洲苏格兰场 是 被KZ这边 主要链香蕉 无情地给封掉了 但是说这两手换的 现在来看是真的好 对 是值得 来看吧 RT级约上面对着 阿诺这边的第一个赛点 会选出将来 我这么想老街没车 而且老街的话 你孙悟空修理未来 也有可能出 你想打同车 好像只剩空缸 老街的话 追光啊 严均 但是严均现在用完的情况下 对啊 其实用什么车 就真的完全不好说 对 所以我说老街没车了 空港 就你尽可机甲 退可追光 机甲未必赢 追光未必输 但还是空港了 不能选 这首选择的话 阿诺也是非常喜欢 在solo局上 选出这张图的 这张图 看一下吧 只能说 迫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面对到Kids的赛点 是 这上还是选到了空港 看一下起步 有一首意外性 来看起步精神 也有够 这位之后先交ECU 应该是一样的 是 我来 这边再接一个甩断 阿诺来到了顶跑位 先这0.1秒 这上星星前面容易歪 这一个点 越上跟得太紧了 这都没有问题 一歪的话就连带 对 索身落地 这边再接甩尾 这一个点 越上一直跟着阿诺跑 哎 这个玩意还是上墙了 而且单机还开出去了 对 那这样的话 平跑一段还得补气 现在阿诺已经顶先了2秒多 在空港这张图 虽然说一切就有可能 但是阿诺在进入到 一个单机状态的情况下 它的稳定性是不 属于不需要担心的 就只是说现在没有任何的对抗性 可以啊 但是意外性依然存在 但是时间差还在扩大3.4秒 而且扩大的前提是 阿诺刚刚刚弹气眼圈 还没有沿上 说明月上发生了更重大的失误 那边 哎 这里 摔位上墙 而且这个CW单边 这个弹气还提前开 能沿上吗 沿不上 沿不上 但是 长期间会被拉近距离 但是还在两秒以外啊 对 而且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拉近 而且可以给阿诺提个醒 就是可以稍微降一点点 自己的操作 但是接连上墙 1.7秒还在扩大拉近 这里不能掉 能不能 压力也来到了室外 但是我觉得 如果真的一直手抖的话 最后这个点容易歪啊 看一下阿诺快出 点出来以后还可以 最后冲向终点 让我们恭喜KZ 三比战胜RTG 拿下了B肩循环赛的首胜 而且这一场比赛也 将他们和明天GCR的这场比赛 定为了生死局 没错 现在是两支队伍 先都在大分 拿到一分的情况下 明天的比赛 谁赢谁进击 对 这样的话就 基本上啊 全凭大分了 对啊 因为 因为现在的话 RMGM是击两分 对 然后RDB零分 而且明天是RMGM对战到RDG 对 RDG 在面对到RMGM的情况下 其实每一轮比赛 确实得分都是比较难的 但是对RMGM来说 他们现在的整体阵容 去面对到RDG 获胜的方式有很多种 现在是这样了 就即使明天RDG赢了 也就是一分的分数 是 而且明天一定打完之后 不止一支队伍 是的 是两分 所以说 基本可以确定RDG 已经止步于四了 是 让我们再次恭喜KZ 三比战胜RDG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而这一场比赛 三分全部都是竞速拿的 是的 有看到 腾光 带破晓 归来 再重头 是的 如我们的计算一样 对RDG来讲 是止步于BG循环赛 未能突围 对于他们来讲 确实这个赛季 打出了高光 也存在着遗憾 希望我们下一次再见的时候 都能变得更好 下一次再见不就明天吗 我说的是下一次打到 后续应该没有年绕了 对我耐心点 无论怎么说 虽然说对于出现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但是明天的比赛 仍然还是得好好的对待 但不得不说RDG这一个赛季 怎么都得夸 就包括整个常规赛 一路打下来是一个 五战五胜 月上的个人solo 包括道具组 他们虽然说可能整体胜率 并不是特别可观 但确实在需要 他们站出来的时候 五次solo是怎么来的 对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林诚 这名选手 其实他的进步速度 是肉眼可见的 而且这位选手 他刻苦努力 相信在经历了一个 比较漫长的休赛期 再登上联赛的舞台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没错 对于这个赛季的RDG而言 他们也打出了 对史最佳的常规赛战绩 但是进入到季后赛之后 其实会发现 上了一个玄型的台阶 看到了一个玄型的世界 一步一个脚印 确实是很难的 但是我希望他们 哪怕是再困难 但是也能保证 一点点的进步 对 一次比一次的扎实 同时也希望 他们在明天的比赛当中 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 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当中 尽情地去享受 属于他们本赛季的 最后一场比赛 是的 经历一波 而对于KZ来说 还要经历一场生死战 连续三天的比赛 强度虽然很大 但是相信对于KZ来说 本场道具赛已经低了实力 然后昨天比赛当中 竞速三轮模式都出现了实力 如果说最后结果是好的 相信他们一定会有 非常大的收获 对的 前几天的话 也是对阵到JCR两边的 我觉得道具上 也是非常有看点的 道具是很重要的分数 但是对于竞速来讲的话 可能会使选念更大 对 确实 群群大战 我们一直谈到说 这两支战队 他们的风格就是 每一位成员 都实力比较均衡 已经想好名字了 千寻战三阿